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月前宣布推出最新的A16晶片工艺技术,改变了技术领先地位的竞赛。 业界分析师并指出,该工艺技术渴望领先英特尔的英特尔18A工艺节点。 台积电此前宣布,计划在2026年以前,推出其最新A16晶片工艺,包括先进封装和3DIC技术。 预期将用于为辉达和AMD等台积电关键客户实现人工智慧、AI创新。 A16将首次结合台积电的超级电轨Super Power Rail、SPR架构与奈米片电晶体。 该公司希望透过将前端路由数据专用于讯号,以提高逻辑密度和效能,从而使A16适用于具有复杂讯号部线和密集供电网络的高效能运算HPC产品。 据该公司称,相较于台积电的N2P工艺,A16渴望在相同的工作电压VDD下,为数据中心产品提升8%至10%的速度,相同速度的功耗降低15%至20%以及高达1.10倍的晶片密度提升。 关于背面供电技术,英特尔原本计划在自认等效业界2奈米的20A制程导入,称其为PowerWire,但后来决定推置至14A制程采用。 三星同样开发了类似的背面供电技术BSPDN,根据早些时候消息,三星代工部门首席技术官Yung-PTay曾宣布,将于2027年将背面供电技术用于1.4nm制程。 英特尔和台积电都在积极地利用封装和背面供电,Backside Power Delivery等专有技术争夺主导地位。 但Telius Research首席分析师James McGregor认为,两家公司各有其优势,比较台积电和英特尔之间的工艺技术,就像是在拿苹果和橘子做比较。 据台湾业界消息,台积电并没有为A16制程准备高数值孔径,High-End ATUV曝光机,而是准备采用现有EUV曝光机生产。 相比之下,英特尔、三星都将在这一节点使用最新的High-End ATUV曝光机。 英特尔在密度方面一度较为积极,比如过度制级紫外光EUV之前,英特尔往往是第一家采用新技术的公司。 因此,人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这应该会给英特尔带来优势。 除非每一种工艺都生产相同的产品,否则很难对这两家公司进行比较。 现在,英特尔率先采用了曝光技术领导厂商ASML的高数值孔径High-End ATUV工具,用于制造其18i节点及其更先进工艺的下一代晶片。 台积电至今仍决定,还不需要将High-End ATUV纳入其A16生产蓝图。 两家晶片制造商都在赌另一家的决策错了。 Semi-Analysis首席分析师Dylan Patel表示,台积电未采用High-End ATUV,因为采用一般EUV进行多重图形曝光,更具成本效益。 台积电和英特尔提供的晶片制造组合,包括先进的工艺技术、封装和供电。 McGregor说,以16a节点来看,台积电将加入背面供电技术。 因此,台积电在这方面应该与英特尔不相上下。 不过,英特尔在玻璃机板等其他封装技术创新方面耕耘已久。 在封装方面,英特尔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与突破,说是产业领导者也当之无愧。 Tech Insights副主席Dan Hutchison认为,竞争的晶片制造商仍处于竞赛的早期阶段。 台积电的新A16工艺无疑地为试图迎头赶上的每一家公司改写了游戏规则。 他们终将赢得领先地位。 Portel也认为,这家台湾晶圆代工大厂仍处于保持领先地位的有利位置。 台积电的A16工艺采用了更先进的背面供电方式,以晶圆背面触点取代供电通孔,更领先于英特尔的18i。 这项技术将进一步提高密度和效率。 这可说是一场英特尔和台积电彼此相互超越的超级竞赛。 Terrius首席分析师Kevin Crowe认为,竞争对手似乎是在一场唇枪舌战中抛出了A16和18a等令人困惑的名称。 台积电将工艺节点命名为A16,可能更多只是针对英特尔18i节点的营销策略,而非真正的节点尺寸优势。 台积电在工艺过渡方面历来较为保守,因此将N2节点中的RibbonFET,或称环绕炸集GAA,奈米片,与A16节点中的背面供电分开是理所当然的。 增加背面供电对于充分利用RibbonFET非常重要,因此它预计许多台积电客户将迅速采用A16。 台积电预期HPC和AI应用将迅速采用A16工艺。 科欧补充说,现在判断谁将赢得技术霸主的称号还为时过早。 台积电声称采用直接闸机接触的背面供电途径具有技术优势, 而且背面供电不必经由西窗孔TSV到达M0金属层后再连接到闸机。 然而,台积电并未展示实际的电晶体横截面,而只是以粗略的图形表示。 相较于过去的传统方式,台积电在A16发表会上披露了一些最大的客户, 如AI巨博辉达和特斯拉。 台积电为特斯拉生产了全球首个系统单晶圆System on Wafer, SOW将用于特斯拉最新的数据中心。 相信之下,几年前进军代工业务的英特尔则对其客户三肩七口。 在其2024年第一季财报中, 英特尔表示将继续推动客户采用18a技术, 并已获得了一家美国主要的航天和国防客户承诺, 从而使Intel Foundry在英特尔18a上的外部客户渴望增加到6家。 英特尔指出, 微软也宣布了采用18a工艺生产晶片设计的计划。 智慧手机和AI晶片设计公司联发科, 尽管常年仰赖台积电为其主要的晶片供应商, 先前也已宣布将成为Intel Foundry的客户。 据业界分析师表示, 台积电肯定会先在台湾推出A16工艺, 几年后才会将该技术转移到美国或日本的任何新晶圆厂。 因此,台湾很可能仍然是全球最先进晶片的供应来源。 Crow说, 你可以从晶圆厂开始这项工艺技术, 然后转移至大量生产线。 而在靠近台湾的晶圆厂附近进行这项任务, 是最容易的。 新技术能多快到达美国, 可能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要求。 政府就和产业界一样, 都需要最先进的AI、通讯和其他应用晶片。 他相信, 美国政府一定会要求提供更多的资金, 以便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的晶圆厂中生产先进晶片。 而美国国防部可能会有所选择。 英特尔和台积电在凤凰城的新晶圆厂几乎比联而居。 总体来看, 目前英特尔已经收到了ASML手台HIGH等ATV吐光机并完成组装。 一届认为, 台积电选择在这时推出A16制程, 给英特尔与三星带来了竞争压力。 虽然英特尔在HIGH-NATV设备上抢先一步, 但能否赶上台积电的商业化进度, 还有待观察。 台积电决定在A16制程沿用常规EUV曝光机, 也展现了其技术实力, 可以在不采用最新设备的情况下, 将现有EUV设备的解析度推进到1.3厘米以下。 事实上, 去年台积电就成功通过调整光阻记材料、 光眼膜制成等方式, 在提升先进制成的临界尺寸与图形精度的同时, 还降低了缺陷密度。 台湾分析师表示, 台积电、英特尔、三星之间的竞争 将进一步刺激对EUV曝光机的需求, 尤其是独家供应商ASML。 考虑到HIGH等ATUV设备产能有限, 如何在三大晶圆代工巨头之间分配, 势必成为一大挑战。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